华尔街日报 国际趋势反全球化福斯汽车 应变缩短供应链 福斯汽车多年来 发展成一个成功的跨国企业 但因为乌俄战争 新冠疫情等等 掀起了反全球化的浪潮 福斯汽车决定改选一车 缩短供应链不再聚焦中国 并且决定加重在美国的投资幅度 日本经济新闻 热气铁矿石采购涨两成 源于中国需求看涨 日本高炉企业主要原料铁矿石 从2021年11月每顿87.20元 涨到今年2月每顿153.75美元 涨价原因是预计 今年秋季中国的党代表大会 可能会启动基础设施投资 到时候铁矿石的消费 将维持强劲 连带地推动铁矿石的价格 CNBC 上海两阶段分批封控 封城意图控制新冠疫情 拥有2600万人口的中国上海市 为了控制新冠疫情 下令半封城分批封控 从周一到周五上午 进行大规模的病毒筛检 但是为了港口机场 维持24小时运作 确保维持经济成长 我是陈亚玲 想要跟我一起丛林 掌握天下事吗 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频道的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 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 谢谢大家